佛哉经上七夜万日重复的教会 提醒我们绝我 帮助我们认识四十点真相 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脱离深思苦海 语言称佛道这是一切祝福的本约 佛除了这种事情之外 可以说是一无所求 但是我们看看在上古的时代 这个地球上人少啊 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啊 中国在被日本人抗战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才只四亿五千万人 四亿 满心的末年 人口同纪是四万万人 越是往古时候去 人口越少 这是地大人心 人的心的淳厚善良 你看师尊教导弟子 在那样社会环境当中 还要选择阿兰若来修行的 阿兰若是凡语 中国意思极尽处很安静的地方 很清净的地方来修行 才能够成就道义 所以古时候修行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 没有人去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 你要想到寺庙里拜佛走路去啊 从我的家乡到九华山 要走三天 很辛苦啊